我们这款飞机培养了20余家系统级的供应商 有近百家企业为我们提供飞机的零部件的生产 这些供应商 尤其是系统级的供应商 他们从设备的研制到系统的研制 使得他们的研制能力 管理水平 持航能力都得到了全面的提升 按照我们的计划将在2024年底取得失航证 随后小批投产的飞机就可以陆续交付用户 到明年我们这四架机将全部具备灭火实战能力 我们将会根据需要 以科研实验的方式参加灭火作业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